如何做一个好的决定 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一辈子去练习 去思考的事情 在今天这支影片当中 我会跟你分享 如何做出一个好决定的观念 跟实用的技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艾尔文 关于做决定 我回想我这辈子当中 做出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之一 应该就是我当初 下决心要离开上班环境 虽然如今回想 我那时候做这个决定 离开职场环境 好像有一点冲动 但其实冲动并不是坏事哦 冲动有时候会让你付出 更多的行动 不过随着时间经过 在工作上面也得到更多的经验 我确实了解到 我当初做那个决定 有一点点瑕疵 如今呢 我也去思考更多 如何做出好决定的方法 稍后我就会把这些经验 整理出来分享给你有 有观念的部分跟技巧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分享 观念的部分 总共有四个 第一个做出好决定的观念就是 不要拖延 马上下决定 我这边说的拖延 不是指说你必须等到这个决定 你有够多的资源 或者是够多的条件 你才能去做那个决定的拖延 而是指 如果你今天对于一个决定是 迟迟不肯付出行动 小心你可能只是单纯的在拖延它 比如说 你可能想要透过运动去健身 去雕塑身材 可是运动是会痛苦的 运动会是不舒服的 而这个不舒服可能会造就你 一直不想要去下定决心 付出行动 这个行为就是你在拖延你的决定 而拖延会让你的决定更难去做出决定 随着时间经过你可能会因为工作或者是日常生活的杂事 而越来越不去想做这个决定 所以做决定的第一个重要观念就是 不要拖延 做决定的第二个观念就是 设定期限 跟刚刚第一个很像 就是不要拖延 而为了防止我们不要拖延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告诉自己 我在某一个时间点一定要下一个决定 这边也要强调一下 并不是说你在那个时间点到了你就一定要做出重大决定 所有的决策 付出所有的行动 而是设定一个期限 让那个期限到之前你能够付出一点点的行动 让这个决定可以先有一些小决定 然后慢慢慢慢累积成大决定 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决定很难去下 原因是因为它带来的影响太大了 但其实所有的决定跟我们的计划一样 你都能够去切割成不同的小决定 把一个决定切割成不同的小决定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它要比做出一个大决定来的简单很多 第三个做出好决定的观念是 思考未来 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下决定的原因 是我们一直去担心 这个决定在未来会如何影响我们 而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是从现在去看待未来 真正要能够做出一个好决定 应该是要反过来的 是要从未来看待现在 你可以试着问自己 假设如果我做出了这个决定 五年之后的我到底会不会后悔 还是会认同我自己的这个决定 那十年后的你呢 会要求现在的自己马上做决定 不要担忧 不要拖延 还是它会去要你好好考虑 透过这样的一个思维 是迫使我们的大脑 从未来来看待现在 把未来拉到眼前 去思考 如果我今天做出了这个决定 在未来的我到底能不能够接受 不要小看我们大脑 透过问句来提醒自己 思考方向的能力 有时候你提出一些不同的问题 你的思维 你的大脑 就会从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你自己这个决定 也让你这个决定 更加的完整 更加的全面 第四个做决定的好观念是 睡饱了再决定 当我们睡饱了之后呢 大脑会特别的清晰 此时你再去思考这个决定 你可能会想到更多的选项 或者是想到更多做这个决定的影响 假设这个决定 如果不是那么需要马上去做的话 你就可以透过睡饱了之后 再去做决定的方法 让自己这个决定呢 更加的完整 你可以是睡个午觉啊 或者是说睡饱了隔夜 再来做出这个决定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通常我在晚上做出来的决定 经过一夜之后 往往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睡饱了 所以我比较有精神 我可能会更focus在正面的地方 而不是这个决定 是否会带来那么多的负面影响 前面提到的是做决定的观念 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一些 我平常在做决定 会使用到的表格 以及工具 来帮助我做出一个好的决策 第一个做决定的技巧 是透过做跟不做的表格 来帮助自己分析 我该不该下这个决定 当你今天在纸上 把做决定的好处 跟不做这个决定的好处 列出来之后 你可以让你的大脑 透过纸去比对 我做跟不做 到底会得到什么 跟损失什么 没错 其实就是要把 做一件事的报酬跟风险 透过纸笔的方式 实际的写下来 列在你面前 让你好好的去思考 透过做跟不做的表格 其实非常有用哦 因为有时候 我们迟迟不去做决定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一直去担心 做决定的坏处是什么 可是我们把做决定的好处 给写下来 跟不做决定的好处 给写下来 我都是focus在 聚焦在两边的好处 而这样子会让你的大脑去思考 哦 我做决定 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不做决定 又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这样子你的大脑 就会自动去衡量 做一个决定的风险 跟报酬到底在哪里 有助于自己能够更理性的去思考 我应不应该下这个决定 第二个做出好决定的技巧 是设计你的决策流程 在我的手机当中 我有一个给自己的决策流程 上面列出了几个决策的 要思考的问题 每当我陷入一个决策的困境的时候 我就会把那个决策的流程调出来 在上面的问题呢 我会透过这个问题 让我自己去思考 我该不该做这个决定 你可以这样的去试着 帮助你设计决策流程 第一个问题是 你想要做这个决定吗 如果你不想 当然就不用做这个决定了 第二个问题 你想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让你想要做这个决定 用纸笔把它全部写下来 能够让你自己更支持 去下这个决心 第三个问题 做这个决定会跟你的价值观有什么冲突 有的时候 你虽然想要做一个决定 但是你迟迟不肯去下决心的原因 是因为 它其实跟你潜藏在心中的某个价值观 是有所冲突的 而人是一个很好玩的动物 当你的价值观跟你想要做的事情 是有所冲突的 或许你没办法马上知道 但你的大脑可能会透过任何的方法提醒你 不敢去做它 或者是不要去做它 第四个你可以设计的问题是 假设如果我做了这个决定 你会失去什么 透过这个问句可以让你去检视 如果我做了这个决定 我到底会失去一些什么东西 搞不好你失去的那些东西 对你来讲代价太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 透过决策流程就是要提醒自己 你不应该做那个决定 最后你还可以再问你自己一个问题 假设如果今天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待你自己 他会支持你做这个决定吗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如果你今天你是站在你旁边的一位朋友 来看待你自己面对这件事情 你是否会支持你自己做这个决定 其实这个在一些商业管理当中常常被运用到 或许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我就是我啊 我怎么可能会去站在旁边去思考我自己 没错 当你真的去设想有一个人真的站在你旁边的时候 你的大脑确实就会从那个角度去思考你自己做这个决定 而你也会从你自己这个角色呢 跳脱出来 变成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去思考 去建议你是否该做出这个决定 透过这些决策流程 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理性的去思考一些 做决定的优缺点以及带来的影响 是否会充足到自己的价值观 我觉得决策流程对我的帮助很大 你一定要试看看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希望透过我的经验以及实际在用的一些表格 能帮助你在工作跟生活当中做出更好的决定 如果这支影片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按个喜欢 如果你是第一次认识我 别忘了在下方订阅我的频道 在这个频道当中 我会分享很多我个人的学习以及阅读的心得 希望分享出来能够帮助你一起成长 另外 频道里面呢 还有很多跟学习成长有关的内容 别忘了点击频道看看 我是艾文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